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大鹏黄渤王一博出席上影节闭幕式 电影热烈首映李口碑炸裂 6月17日 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落下帷幕 电影热烈的导演大鹏携手主演黄渤 王一博等一同出席了闭幕式 在闭幕式上 导演大鹏拿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影帝金爵奖 最佳男演员 并携手自己导演电影热烈的主创黄渤 王一博等在颁奖典礼上压轴表演街舞Battle 热闹非凡 同时 作为上影节闭幕片热烈也在17日晚举行了首映李 观众反馈口碑好评如潮 大量观影后的影迷们表示热烈这部电影 嗨爽燃爆 励志搞笑 同时角色饱满 笑点高级 节奏爽快 高潮迭起 整部电影都充满了热血青春的感染力 片子拍出了竞技最纯粹 最原始 最本真的魅力 是听上的冲击力太强 满满的荷尔蒙和热血 很难不被打动 绝对是暑期档的一颗重磅炸弹 甚至还有观众放言热烈这部电影 比大鹏上一部口碑加片 保女平安还要炸裂 将会是暑期档票房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无独有偶 大鹏导演在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 他一共指导了五部电影热烈是目前最好 成熟度最高的一部 在这部电影中 黄渤贡献了他成熟又精湛的演技 丁雷这种能炫武的奸诈老油条角色 非黄渤莫属 另一个更加无可替代的人物是王一博 不仅仅是街舞技巧的优秀大鹏 询问的街舞从业人员全部历见王一博出演这部电影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少年气和朝气 那种热血拼搏奋力向上的劲儿 搭配他委屈时的狗狗眼 将陈硕这个底层追梦少年饰演的活灵活现 有观众表示热烈这部电影可能将是王一博的又一个代表作 陈硕简直是为王一博量身定做 热血 阳光 感动 他委屈他可爱他 腼腆他 小哭包他 有韧性 他能吃苦 他有爱心 他孝顺 他怎么这么好啊 甚至还有观众建议 王一博应该多笑笑 电影里笑起来非常有感染力 得益于首映里的爆炸口碑 电影预测机构于今日纷纷上调对热烈的票房预测 目前机构的预测票房是8.8至13亿 热烈将于7.28上映 恰逢暑期当C位 上映前后一周均有大片冲击 竞争压力巨大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被业内纷纷看好 不得不说电影质量的优秀和口碑的炸裂 给了院线很大的信心 热烈的不是青春 而是我们 这个夏天 让我们一起热烈 一起嗨爆青春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